嗨 我能有啥事啊 我就是 不准回避 小神哥哥 抱抱 呆忙可亲 霸道骚气 怎么不说话了 云飞他 小的时候 我也特别讨厌别人知道我没爸爸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 我不喜欢你 好大一只蟑螂啊 究竟一个人发生了什么 才会有如此大的转变 啊 你问我去年贴吧里 关于云飞的帖子 你小声点 你问这个干嘛呀 我就记得有人说 云飞混迹酒吧 私生活混乱什么的 放屁 你凶我干嘛 又不是我说的 帖子里就这么写的呀 再是说你和云飞才认识多久了 万一是真的呢 我不信 反正帖子早就被删除了 你问我 还不如去问云飞 或者云飞的朋友 云飞的朋友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叫管成对吧 啊 我见过你 不过我为什么要和你想云飞的事情 这个 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你是云飞什么人 你们关系很好吗 关系好的话 你自己不会去问他吗 我 我姑且算是云飞的哥哥吧 那 那云飞听你的话吗 我不知道啊 不过 你说的对 我还是自己去问云飞好吧 等一下 这 这种事情 直接问本人不太好吧 毕竟 还是挺敏感的 是吗 告诉你也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啊 你得帮我把云飞约出来 约出来干嘛 聊天啊 聊天啊 那 那我可以试试 关于云飞 这个你就问对人了 在这个学校里 还真没有比我更了解他的人了 是 是吗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之前可是一个宿舍的呢 然而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和现在简直天差地别 你好 我叫蓝七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我云飞就好了 我是从恩师来的 那巧哎 我也是恩师的 需要帮你拿行李吗 那个时候的他 总是拘人于千里之外 好 只是没想到这样的他 也是学拉丁舞的 可是身为舞伴的他 却总是避开我的肢体切除 这让我开始怀疑 他和我是不是同样的人 而我来不及求证 云飞就突然请了一个月的假 什么事啊 突然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整个人都变了 云飞 你这一个月到底去干嘛了呀 怎么都联系不上 你这么关心我 南七 你不会以为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早就知道 你和我是同一类人 我 其实我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还真是天真的可爱啊 他云丸是不公的形象 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是不是 我对于云飞的认知 一直都太浅了 直到我看到 他走进一家酒吧 等等 你既然是云飞的哥哥 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呃 这个 难道是秦哥哥 啊 什么呀 我是直男 直男 哦 是吗 我管成就算再怎么单身 也不会对云飞有什么龌龊的想法 那如果我说 贴吧里说的都是真的 你相信吗 我 我肯定是不信的 我所认识的云飞 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什么了 居然一脸很了解云飞的样子 哥 哥 诶 诚哥 啊 云飞 你是在神游太空吗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专心哦 啊 下课了吗 对啊 马上就要考试了 嗯 你是舍不得放手吗 啊 哎呀 我 啊 啊 最近特别容易困呢 可能是有点犯傻了吧 是吗 我待会儿还有课 就先走了 快去吧 哦 快去上课吧 哦 去上课的是我 你骑什么呀 哎 总之云飞混迹酒吧时转 至于私生活混不混乱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和我们 和你没有关系吧 虽然确实无关 但是 让云飞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之前帖子的截图 不信你自己看吗 这件事情发生在 昨天晚上大半夜 我经过一家酒吧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十八个 逗我呢 同时交往十八个男朋友 怎么还没走啊 看什么呢 哥 我会有关系的 我会有关系的 我会有关系的